地獄來早茶 歡迎收看地獄來早茶 我是卓卓 剛睡醒就是這樣子 會反應比較稍微遲遲一點點 他點頭同意 OK 我們今天又是BLW的一天 那我自己準備的是 是他前一天沒有吃完的小蘋果切片 然後還有我妹特製的櫛瓜蘋果跟豆腐 他本來是要把它變成四方形的 就是他沒有加雞蛋 沒有成型但沒關係 他今天吃的是牛肉花椰菜奇異果 然後Chris姨特製的櫛瓜蘋果豆腐 然後還有紫心地瓜 我們開吃吧 你要先吃這個嗎 你要先吃這個 來 我們吃 好 不要光看不吃啊 開始 開始囉 來 你的眼睛也太好笑 OK 一開始呢 就是非常震撼的消息 就是大家猜很久說 到底 張宇全跟吳彥婷 誰會是這一次 幾種選秀的 壯元郎 結果在18號呢 張宇春就在個人的IG 表示啊 他想家了 想回來了 決定要投入2024年的中華職棒選秀 並且表示非常感謝光芒隊的理解 以及支持 目前呢 正在佛羅里達達 復健賽準備再次回到場上 毫無疑問 絕對會是本屆的狀元 被手握狀元先的破幫 然後和這樣選中 可以看一下那個自由時報那個專題報道 非常的詳細 有機會呢 成為中華職史上 身價最高的狀元郎 因為畢竟他去年的WBC今年賽 已經在當中證明了自己大檸檬等級的身手 而且他那比賽畫面呢 還是讓很多人難以忘懷 預賽呢 就是在16打樹敲出7隻安打嘛 包括兩隻拳 那一打 8分打點 打結局是4拳38 非常恐怖啊 這一次的反台 他的決定其實 我覺得有機可選啊 我覺得呢 那你要不要再吃 因為去年呢 張宇晨與光芒簽下了 小聯盟合約 並附帶大聯盟春訓的邀請 但最後是很可惜的殷商錯過了春訓 5月付出3A的比賽呢 又與隊友相撞 導致輕微的撕裂傷 所以 這本季對他來說的那個開場白啊 不是那麼的漂亮 就是因為傷勢的困擾 也讓他的就是 今年球技有點跌跌撞撞 但是沒有關心 中華職棒 要展開雙臂 歡迎你回來 台灣球迷是開心的 但也有一部分的球迷覺得 啊很可惜 因為我們知道說 可以再登上大聯盟的 就是台灣球員 好像越來越少 但沒關係 我們後續還會為大家持續報導 還是有值得期待的人唷 再來呢 就是奧運的三彎的話題了 我們先前就有分享到 已經有確定 拿到了巴黎奧運門票的那些參賽選手們 而在上個禮拜呢 網球的部分也確定 詹家姐妹搭檔奧運 結果呢 嗯 又有一些爭議出來了 因為台灣確定是由 謝淑薇搭檔 她自己挑選的 20歲小將曹嘉儀 另外一個呢 則是 詹浩琴提報姐姐 詹詠然 對 三度攜手出征奧運 但詹浩琴這次的搭檔呢 不是選擇長期 就是近 近期比較常合作的五方賢 所以讓 就是 觀眾朋友們就覺得說 欸 你是不是又遭撤換了等等的 而且五方賢甚至關閉社群媒體的帳號 然後就引發大家討論 但是呢 她也因為這件事情呢 又再度開啟了自己的社群帳號 來澄清這件事情 會讓大家覺得說 欸這件事情好像有點怪怪的 是因為詹詠然 我們自去年10月開始呢 都沒有出賽 而且世界排名 目前已經下滑到147名了 但是呢 她仍能使用 傷後保護排名 第35名的 與詹浩琴搭檔 對 就是說很多人 為五方賢的就爆品啊這樣子 OK 不管怎麼樣 我們 網球的那個名單 還沒有到完全底定 我們還是可以期待說 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手 可以再進入到巴黎奧運 但是呢 射箭團隊 會非常非常的就是給力 你知道嗎 滿額 參加巴黎奧運 台灣男女社界代表團在土耳其登場的資格賽呢 取得了假機 各自獲得滿額三喜的參賽資格 根據奧運資格賽所列的規定 男之組團呢 需要排名前三 女之組呢 就是團體排名前四 就可以帶回滿額的資格 這樣子喔 咦 這麼興奮 這麼興奮 趕快動手 來來來先吃一下不一樣的 哎呦 擦到眼睛了 來奇異果 媽咪叉叉 媽咪叉叉 你有沒有被奇異果打過臉過 今天第一次齁 哈哈哈 繼續就是 射箭女將呢 是在16強驚險戰勝 斯洛維尼亞 在八強賽又擊退了烏克蘭 率先將奧運門票收入囊中 而男團的部分呢 則是由東京奧運的國手湯志軍 領軍搭配林子祥、戴宇萱 在四強賽當中以6比0橫掃德國 在決賽以1比5敗給墨西哥 排名第二 但是呢也取得了滿額的參賽席次 所以男團女團都可以滿額參加五黃殿堂了 選手是包括了湯志軍、林子祥、戴宇萱 以及女將雷千瑩 雷姆居然還在奧運名單當中 秋藝琴、李彩琪接下來也會繼續在土耳其參加世界盃備戰奧運 那接下來呢也是非常感動人心的一個消息 因為呢在大巨蛋比賽對於選手來講 都會是另外一個你知道嗎 不一樣的比賽感受體驗 像是中興的老將 周思琦 本季打完吉祥要退休的中興兄弟最資深球員周思琦 他在6月16號跟統一師的比賽當中 道壘成功 達成了千安百轟百道的里程碑 成為中華職棒史上第九人 因為他是在八絕下去再打劍功嘛 立刻發動道壘 成為在台北大巨蛋拔起二壘壘包 應該是第一人吧 上次的道壘成功呢 需要回溯到4月17號 在4月18號他接受媒體朋友們的採訪的時候 自己對於這項紀錄沒有什麼特別的追求 但是呢殊不知他在真的達成這個里程碑的時候 他就自己講說 他應該要更早重視這個成績的 才不會成為第九人 可以在退休年 在大巨蛋完成這項成就對他個人而言 對於球迷而言也是一個非常感動的事情 前八位千安百轟百道的成員呢 分別是張泰山、黃忠義、陳蓮紅、彭正銘、林志勝、劉福豪、張志豪、陳庸基 而剛剛提到旅外球員的部分 除了張玉成說他想家之外呢 效力於紅穴EA的台灣22歲火球男林正偉 6月16號面對紅穴EA先發6局 用掉了89球 其中56顆好球被打出5隻安打 則10分2分送出5次3陣 用優質先發摘下本季第四勝 防禦率目前是3.20 而且他本季曾投出最快的球速是101英里 大概是162公里的火球打破了 潘文輝羅家仁和曹錦慧的紀錄成為台灣最速的火球男 非常非常看好 再來呢還有一個記者會 那就是平鎮高中畢業的17歲台灣蹦球好手柯敬賢 也在16號當天 16號當天是好日子是不是 很多事情都發生在這一天 你看道磊百道達成奪本季第四勝 現在呢柯敬賢也加盟稻棋 真的是紅稻棋日啊 記者會上呢他是批上了91號球衣 成為歷年第10位加盟稻棋的台灣球員 稻棋隊呢其實非常喜歡使用亞洲的選手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非常喜歡稻棋隊的原因 因為他們就是海納百川的那種感覺 柯敬賢的父親呢是台灣的原住民母親 則是南非人 他活中的時候就備受矚目了 清棒時期呢加入強權評論高中 發揮了跑打手三拍子的好手特色 去年也在U18世界被開轟 獲頒最佳外野手獎 因此呢獲得了那張旅美的門票 柯敬賢的簽約金為75萬美金 大概是新台幣2421萬元 超越了陳金峰、高國輝林、旺位等旅美 外野手的身價 創下了台灣旅美外野手的最高紀錄 那基隆會上到期當然也要送上祝福影片呢 Clan and Kershaw 山門遊生以及總教練 Dev Robert道送上了祝福 柯敬賢也期許自己 四年之後可以登上大聯盟 我們也都很期待 畢竟已經很久沒有台灣的選手 可以常駐大聯盟 希望大家知道再拚一點嘛 好 在SBO的部分呢 我們之前不是好像跟蘇伊杰有聊到說 阿基隆可能可以成立球隊等等等等 我們根本就是大語言家 目前呢 SBO是有 玉龍、台皮、台銀、彰化、柏莉莉 四支籃球隊 南籃的部分 中華籃協理事會呢 決議支持SBO賽事成立基隆的籃球隊 未來加盟成為SBO的第五支球隊 因為基隆在CBA時期呢 曾經有幸福報這支在地球隊 嗯? 去年呢 SBO PLUSLY在基隆體育館開打 成為重組在地球隊的契機 所以你看 場地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啊 每個縣市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場地給搞好的話 就可以吸引在地的企業 在當地駐紮 然後把它養成自己的場 你看又可以一間二個 又可以營造就是整個縣市的凝聚力 然後又可以顧好這個球管 不會讓它變成文字館 但其實SBO的準備一直以來 就引發大量球迷的討論 像韭太科技的解散在SBO第十九季結束後 就面臨一個大危機 還好有彰化柏莉莉給他接下 第二十季至少還能有最低的四隊規模 沒想到第二十一季季前又爆發射谷事件 育龍經過重整後順利打完賽季 現今的基隆SBO籃球隊的加入呢 會在第二十二季時恢復到五隊的規模 怎麼了 你有看好嗎 你有看好就是基隆的發展嗎 還是你喜歡去基隆廟投玩 沒有 這不是要給你的 好 這裡 你要吃這個嗎 花椰菜 花椰菜 花椰菜公雞 花椰菜公雞 好了 我們繼續吃飯飯對不對 幹嘛 難高音是不用這樣子的 來 吃點肉肉 吃點肉肉 你看 放在他的手背上 什麼意思 好啦 讓他去自由發揮完他的食物囉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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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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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